台湾是全球赫赫有名的螺丝王国 出口金额也是全球第三大 也产出了许多的螺丝大王 还有人在大陆设立基地 专攻大陆的内需市场 如今在大陆也积极发展的电信5G当中 也能够看到台商的身影 别看这设备不起眼 这就是台商参与大陆5G发展的秘密武器 每一个基础建设的环节 都会用到我们的紧固件 我在02年就来大陆念高中 接着念大学 现在想想他当初的想法 其实后续就是要在大陆做发展 所以让我提早来了解 王映祥是螺丝二代 当初老爸刚到大陆设厂的时候 经营的主力是眼镜上的小螺丝 弹价虽然不高 但赶上大陆经济飞跃发展的年代 小工厂成了大企业 随着产业升级 螺丝越做越精密 从汽车 医疗用品 一直到现在的5G通讯科技 事业版图不断扩大 工作与生活也逐渐融在一起 我是在这边认识我现在的太太 生出一个可爱的女儿 心气都在厦门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台湾是世界知名的螺丝王国 生产的技术跟着台商全球移动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少不了台湾这个小小螺丝丁 董事新闻 组合报道